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布 今天给大家带来 惊悚科幻恐怖片《冰人四万年》 科学家发现冰层下有个四万年前的人 融化了之后竟发现人还是活的 夏伯德是一个人类学家 他常年在北极工作 夏伯德没事的时候 就喜欢去基地附近四处乱逛 相比于和同事们待在一起 他更喜欢和当地的埃及斯墨人交流 这一天夏伯德回到基地之后 听说户外团队在冰层里 发现了一具保存完整的生物体 夏伯德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来劲了 他们发现的可是一个人呀 上一次邻国科学家在冰层里 发现了一只猛马像 都轰动了全世界 夏伯德和同事们围着这个 嵌有冰人的大冰块 他们小心翼地打开冰块 看到冰内的冰人 这群人推测 这是一个年龄在30岁左右 并且来自四万年以前的尼安德特人 科学家们打算先是把冰块全部解冻 然后便对冰人进行解护 冰人的大脑将会被送到剑桥做研究 挤神经会被送到伯克利做研究 心脏也会被送到休斯顿 总之这个冰人浑身都是宝 被科学家们视为香波波 解剖冰人的工作 由基地的医学老博士全权指挥 这份解剖工作才刚刚开始 大家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们的仪器显示 冰人的细胞竟然在进行代谢 通常来说人体被冻在冰层里 身体内的细胞大多数都会坏死 那么这个人也会相应的冻死 可是这个冰人的细胞并没有受损 为了保险起见他们还对冰人做了脑电波检查 不查不要紧一查吓一跳 冰人居然出现了脑电波 通俗的讲这个冰人还活着 大家都没有想过这个可能的发生 按照常理来说 出生在四万年前的冰人一定不会有生命了 科学家们也没时间来得及细想 此时此刻他们救人要紧 就这样本是解剖的现场 变成了抢救生命的地方 经过这群人的连番操作 手术台上的冰人 恢复了呼吸等基本生命特征 各项指标表明 冰人的生命体征已经正常 光了一会儿冰人开始苏醒 这一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北极区域 这块地方的科学家全都来到了这个基地 他们纷纷涌进手术室里 想要看看四万年前的活人长什么样子 在众人兴奋的同时 手术台上的冰人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 对他来说眼前的是个恐怖的世界 面对的这群人也和自己记忆里的不一样 对于冰人来说眼前的人脸上全部都带着不证明的东西 关键时候夏伯德出手了 他摘掉了脸上的口罩 将人脸探向了床上的冰人 冰人看到熟悉的人脸才稍微镇定下来 医生便趁机给他注射了安定药物 通过一番检查后 医生发现冰人的身上有一种叫做二甲基亚风的东西 这种物质进入人体之后 会让人体细胞获得不被冻死的功能 这就是冰人活下来的主要原因 科学家们意识到 如果他们能够把这个原理探究出来 那么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发现 到时候就可以通过冷冻技术 将那些患有绝症的人冷冻起来 等到解决绝症的技术发明之后 再将他们解冻 这样子患绝症的人就有生还的可能 夏伯德听到这个建议之后 他表示自己并不赞同 世界上患绝症的人太多 如果他们真的把冷冻技术发明出来 那么到时候谁将获得冷冻资格 是人人有份呢 还是只有位高权重的人可以用 坐在旁边的医生开始反驳 一部分人觉得冷冻技术 是迟早会被发明的 如果能拿冰人一个人的性命 来换取整个人类世界的福音 那么也算是直老 可是夏伯德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冰人也是一个人 他们任何人都不能够 剥夺他人做人的权利 包括决定是否生死的权利 对待人就不能把它当作试验品来看 在夏伯德的坚持之下 冰人被安置在了一个 临时搭建起来的生态园里 还在昏迷中的他 不知道自己是被几万年后的人 安置在了这里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冰人在鸟叫声中惊醒 他虽然不知道这里是哪里 可是他很快就开始适应这片地方 冰人在山洞里 及时生火制造工具 虽然已经沉睡了四万多年 可是这些技能 他还是烂熟于心 冰人记得自己 见到了一些奇怪的人和东西 此时的他只觉得 可能当时在做梦 冰人在生态园生活了一段时间 他的头脑越来越清晰 可是无论怎么样 他都想不通 为什么自己会出现在这块地方 直到有一天 冰人在小河里找吃的 他突然从小河里 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这是一根细细长长的东西 冰人从来没有见过 现代人一眼就能认出 这其实就是水管 好奇的冰人顺着管子 一路往前走去 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道门 冰人猛的推开门一看 里面竟然是一些 没见过的人和东西 冰人被吓了一跳 对方也被吓了一跳 看到了没见过的事情之后 冰人就开始变得暴躁起来 他爬到高处 大吼大叫来宣示主权 最后倒在了麻醉枪下 想来后冰人还是在生态园里 此时的他已经知道 自己是被囚禁了 眼看着冰人的状态越来越不好 夏伯德决定进入生态园 和冰人进行交流 其他的研究人员 都为夏伯德捏一把汗 谁都不能确定冰人会做些什么 当夏伯德走进生态园时 冰人的第一反应是躲在角落里 随着夏伯德越走越近 冰人也开始有激动起来 他不断地宣示 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 可是夏伯德的脚步并没有停止 最后两个人停留在一块岩石上 夏伯德想要挤出一丝微笑 来表示自己是友好的 可是冰人却突然往前扑去 将夏伯德扑倒在地 冰人拿起石头 就往夏伯德的脸上砸去 可是这一下并没有伤到夏伯德 原来这都是冰人在试探 冰人开始对夏伯德进行全身检查 他看了看夏伯德的牙齿和四肢 并且确认了他的气味 最后还捏了一把夏伯德的隐私部位 最终确认这是自己的同类 并且对自己没有危害性 冰人拍着胸脯对夏伯德说 查鲁 看来冰人是在自我介绍 夏伯德随之也说了自己的名字 他们就这样成为了朋友 接下来冰人的嘴里冒出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词语 夏伯德根本就听不懂 他唯一得到的信息就是 冰人的胸前有鸟的图案 冰人把鸟叫做比塔 从冰人的各种行为举止中 夏伯德意识到这只鸟对冰人的重要性 为了知道冰人到底在说什么 基地里的人特意找来了一位著名的语言学家 由于此时的冰人只信任夏伯德 所以大家决定让夏伯德学习冰人的语言 慢慢的他学会了一些 也知道了冰人在说些什么 对冰人的了解更多了 冰人以前一直生活在原始社会 而且已经出现了基本的社会属性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夏伯德和冰人的交流越来越深 他们就像是好朋友一样 坐在一起聊聊天唱着歌 冰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 而且力气也十分的大 他还有着很原始的占有欲 有一次夏伯德带着一位女医生进了生态园 当冰人意识到来者是个女人之后 他拿出自己的宝物想和夏伯德交换 当被拒绝之后 冰人的脸上一阵失落 他想到了自己曾经的妻子 以及自己的两个孩子 这么多年过去了 妻子孩子早就不在人世 在夏伯德面前 冰人模仿自己儿子玩耍的样子 并且询问夏伯德自己的家人在哪里 可是夏伯德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 他只好把冰人糊弄了过去 随着一段时间的相处 夏伯德的疑惑也越来越多 比如说冰人经常会抬头仰望天空 脸上流露出沉重的表情 基地的人会定期提取冰人身上的组织做实验 终于这件事情败露 冰人意识到自己身体的变化 他觉得是夏伯德背叛了自己 在一次夏伯德在生态园的时候 冰人和他扭打了起来 可是最后他并没有伤害夏伯德 反而将手里的武器交给夏伯德 请求对方杀死自己 夏伯德不明白 冰人并没有什么必死的原因 为什么他会放弃求生的本能 一心只想求死呢 夏伯德当然不会答应冰人的请求 几天后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天直升机在生态园的上空盘旋 冰人透过磨砂玻璃看到后 他表现得非常兴奋 冰人爬到甲山的最高处 想要去够直升机 还大声的喊着赛卡 不久之后直升机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飞走了 冰人直愣愣的留在原地 从那之后冰人变得自闭起来 并且还开始不吃不喝 看起来就好像在进行一种祭祀拜神的仪式 嘴里还嘟嘟囔囔说些什么 这期间夏伯德还是定期来看冰人 可是他也不能理解夏伯德到底在干什么 冰人渐渐厌倦了这个生态园 即使这里有山有水 食物充足 也会有同类来陪伴自己 可是冰人知道自己不属于这里 有一天他注意到夏伯德按了一个按钮 墙上面出现了一扇门 夏伯德便可以从那里走出 冰人也趁人不注意 悄悄按下了那个开关 面前果然出现了一道出口 冰人略微害怕的走了进去 这里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 周围的东西都是冰人没有见过的 他只知道自己应该避开人走 冰人一路躲开人群 他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只能顺着一条路一直往前走 在这条路上 冰人第一次见到了镜子和玻璃 他被镜子里自己的样子吓到了 还一头撞上了透明的玻璃 广播里传来了人说话的声音 冰人听到的时候也吓了一跳 他还以为自己被发现了 又继续走了一段距离之后 冰人看到很多小动物都被关到了笼子里 他满眼联系的看着它们 想救但是却做不到 冰人何尝又不是隆中之物呢 突然间冰人的面前出现了几个人 他这是无意间闯入了实验室 为了逃生 冰人不得不伤了几个人 最后他误打误撞的离开了基地 外面全都是冰雪的世界 这才是冰人熟悉的世界 他开心的在雪地里四处乱走 沉睡之前的记忆涌上了心头 冰人并不知道 这里已经是四万年以后的景象了 他突然看到头顶盘旋着的飞机 不知怎的冰人又往上扑 却不小心被直升机撞飞在地 相运的是冰人并没有受伤 他只是晕了过去 等到他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生态园里 冰人的情绪变得很差劲 夏伯德开始为自己这个特殊的朋友担心 他一直觉得 虽然冰人是四万年以前的人类 和现代人有很多的不一样 可是夏伯德依然坚持 冰人享有做人的权利 不管是谁都无权伤害冰人 更别说是拿他做实验了 夏伯德因为这个观点 和许多同事都吵了架 为了查清楚冰人 为什么会对直升飞机那么感兴趣 夏伯德开始频繁的找人了解此事 他想到既然冰人 是在附近的冰里被挖出来的 那么很有可能 他就是古老的埃及斯摩人 夏伯德从开始向当地人打听 他主要询问的 就是这个种族之前古老的风俗 夏伯德从当地的埃及斯摩人嘴里得知 在他们这个种族里 古老的从前有一种叫做塞特纳的鸟 这种鸟被他们的先辈视为鸟神 鸟神是神灵的姓氏 所以大家都很想找到鸟神 夏伯德想了想 觉得冰人可能是把直升飞机 当做鸟神了 根据查阅资料后 夏伯德发现在冰人生活的那个年代 曾经有段时间 因为自然因素的原因 造成了一段时间的食物匮乏 这场自然灾害 直接导致了许多人的丧生 冰人的族人们 纷纷因为吃不到食物而饿死 这些还没有学过科学知识的人 认为都是因为自己触犯了神灵 才导致没有猎物 于是在绝望之中 冰人主动出发 他打算找到鸟神 并且把自己献祭 以此来换取动物的回归 夏伯德猜测 冰人很有可能就是在寻找鸟神的途中 因为意外掉进了冰洞里 就这样 冰人的身体被冷冻住 一下子就来到了现在 夏伯德知道 古人的信念感是非常强的 鸟神是冰人的信仰 完成献祭是他的愿望 夏伯德虽然是一个科学家 可是他更是一个具有人性的男人 在思考了许久之后 夏伯德决定偷偷把冰人放走 以此来让他完成自己的事情 于是在这一天 夏伯德买通了基地里的保安 冰人也被这两个人 偷偷地带到了基地之外 冰人知道自己这次是真的自由了 他一出去就不顾一切地往前走 满脸都是开心与喜悦 夏伯德一直在后面跟着 突然之间扶冰断裂 阻断了夏伯德跟随的脚步 也拦住了基地里追出来的人 夏伯德在沟河前 大声地喊冰人的名字 冰人根本没有回头 他的心里只剩下了 寻找鸟神这一件事 冰人一心一意地往前走 就好像天地之间 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冰人走了一段时间之后 终于看到了自己心中的鸟神 直升飞机里的驾驶员 并没有注意到冰人的到来 当冰人抓着直升飞机的下方时 驾驶员也开始启动飞机 冰人被他们带到了空中 当飞机里的人看到冰人 伸出手想要把他拉上来的时候 冰人却没有回应那只手 他满脸微笑地松开了手 从直升飞机上掉落下去 冰人终于完成了他自己的心愿 这部电影是尊蒙先生主演的 很多人都看不出来 外表乱糟糟的冰人 其实就是尊龙 虽然他的面部被毛发遮挡住 可是他仅凭一双眼 就让观众知道他想表达什么 不得不赞叹他的好演技 虽然最后科学家们 并没有得到冰人的身体去做实验 可是这也说明 大多数人还是有人性的 不会拿我们同类人做实验 即使这个同类人 是特别珍贵的四万年以前的人 也应该被我们当作同类看待 好了我是阿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